第511章 大佬们的惊讶与好奇 宋宇的尖叫不仅打破了现场的寂静 还把众人吓了一跳 但是没有人怪他 茅山修珍大学的张文仲副校长 还贴心地给他释放了一个凝神术 安慰道 宋老师 这一切都是真的 不是幻术 灾难性凶兽已经死了 因为你们的努力 他们没有跑出去造成灾难 没有伤害到其他人 然而宋宇沐浴着凝神术 却并没有恢复 还把眼一翻 哼哼道 幻觉 休想骗你爸爸 傻逼 这是 被山高的口吐芬芳给感染了 张文仲的脸色 瞬间黑沉了下来 扑哈哈 一位来自龙虎山的大佬 忍不住笑了起来 打去道 张副校长 看来你这凝神术练的 不怎么样吗 还是说你们茅山 本来就只是这水平 龙虎山修珍大学 和茅山修珍大学 一直就是相爱相杀的存在 只要一个地方 同时有这两家学校的人在 肯定是从头炒到尾 但要有其他学校的人参与进去 他们就会放下争吵一致对外 大有一种 这傻逼 只有我能欺负 你们都给我滚开 的意思 听到龙虎山大佬的打趣 张文仲轻哼了一声道 宋老师这是操心过度 心力交瘁 所以凝神术才没能起到好效果 他现在需要的是休息 仰手 一把锤子从他袖子里面滑了出来 往宋宇头上砰的一瞧 都是幻觉 好痛 宋宇惨叫一声 啪打倒地 就此昏死了过去 龙虎山大佬看得呆了 这就是你让他休息的方法 张文仲转过身来看着他 与其平淡地说 这是让他最快睡着的方法 怎么 你有意见 你特么哪是让人睡着吗 你明明是把人给敲晕 龙虎山大佬很想这么吐槽 但是看了看张文仲手里的那把锤子 又看了看他不善的表情 最终是把这句吐槽 咽回到了肚子里 大笑着说 没 没意见 苏木也看到了这一幕 不过他更惊讶的 是张文仲手里面握着的锤子 居然是客店的多功能金弓锤 还是强化过的 看那样子 怕是带有 智晕的属性 虽然苏木不认识张文仲 但能够感应到 他身上的强大气势 这显然是一位大佬 大佬都在用我家的金弓锤 这简直是 太好的广告效应了 其实张文仲有这把金弓锤 是因为他最近 在研究一个课题 为什么客店的锤子 能够做得这么好 还有强化符 又是通过什么原理 来提升锤子威力 给他附加各种属性的 不过这些真相 苏木不用知道 也没兴趣知道 他只需要做一件事 忍着身体的剧痛 用颤抖着手打开背包 放出了阿米亚 让他用自带的摄像头 偷偷地 给手持金弓锤的张文仲 拍了一张照 没过多久 一个标题为 大佬帮忙看看 毛山张校长用的 是客店的金弓锤吗 的帖子 就出现在了网上 发帖的是个小号 自称是在无意间 拍到了这一幕 觉得张副校长 手里面拎着的锤子很眼熟 就发上来 请各位大佬鉴定一下 到底是不是客店的金弓锤 这个帖子 不仅发到了 葛修珍大学 修珍技术 培训学校的论坛上 还发到了一些 气修改造论坛 气修发烧友论坛 甚至著名的 同性交友B站上 因为帖子的标题中 有客店 金弓锤 毛山校长 这几个关键词 所以一发出 就引来了不少人围观 先是鉴定了照片的真实性 有没有PS 然后又讨论起了锤子 是不是客店的金弓锤 最后还讨论了 有没有强化 强化出了什么属性 一个帖子 引得各方大佬现身 有探讨技术的 也有发神秘代码开车的 最后 大家一致认定 毛山的张副校长 用的确实是客店的金弓锤 而且还是强化过的 毛山的张副校长 可是修真介里 但要 气修两大领域 鼎鼎大名的大宗师 连他都在用客店的金弓锤 可见客店的锤子 是有多么好 像什么你连金弓锤都没有 配不上高贵的我 所以我们不合适 分手吧 今日一锤再手 敲死天下断章狗 左手金弓锤 右手强化斧 会所嫩魔还是下海干活 就看这一手了 而张文仲手持金弓锤的照片 也被不少 沙雕网友 做成了各种类型的表情包 比如老子一锤子夯死你 用小锤锤锤你的胸口等等 风靡一时 甚至 就连霓虹那边 都跟着追热点 拍了一部名为 锤子多的电影 据说还很受欢迎 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锤子类型 当然 对于这些事情 此刻的张文仲并不知情 他在敲晕了宋语后 便收起了金弓锤 扭头看向苏木 苏木被吓了一跳 还以为自己偷拍被发现了 虽然强装镇定 但心里很慌 不过 很快他就发现 张文仲看的 其实不是他 而是倒在 他怀里的屠山秘密 而且不只是张文仲 其他的大佬 也都在看着屠山秘密 目光中 全都透着惊讶与好奇 预售系的主任廖书安 更是一副眼眶发红 心疼到了极点的样子 他们都看着小狐狸做什么 表情还这么的奇怪 苏木先是诧异 紧接着反应了过来 肯定是刚才金卫上 屠山秘密身 扔出石子 秒杀祸斗 文灵等灾难性凶兽的场面 被这些大佬看见 他们不知道那是金卫上身 都在好奇猜测 屠山秘密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事情正如苏木猜测的那般 和这里不少人 没有看见石子是谁 扔出来的不同 这些赶来增援的大佬 一幕看得很清楚 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会无比惊讶和诧异 想不通 那明明就是一只很弱的小狐狸 为什么扔出的石子 能把几头六级的灾难性凶兽 瞬间团灭 这样的战国 就算是他们 这帮人全力以赴 也打不出来啊 尤其是那个石子 还真就是一颗 再普通不过的小石子 有大佬 在赶到后 第一时间便找到了那颗石子 怎么看都很普通 轻轻一年 还直接碎了 要说这是法宝 谁他妈信啊 有这么脆弱的法宝吗 可如果不是法宝 那么这只看上去很弱的小狐狸 又是怎么用 一颗普通的小石子 团灭了那些灾难性凶兽的呢 大佬们好奇地猜测着 甚至还向文武斌 廖书安和聂颖娘等人 提出了询问 文武斌瞬间联想到了 苏木戴上涂山秘密的原因 并由此怀疑 到了精卫的身上 难道是精卫上身 涂山秘密那只小狐狸 我再去苏木家里蹭饭 嗨嗨 查看他学习情况的时候 见过不少次 就是一只中二少女 没什么修为 天天坐着 要当剑修大侠的梦 这次苏木戴上她 是因为得到了精卫的叮嘱 看来这只小狐狸 虽然实力不怎么样 却是有着一种特殊的天赋 能够承受住神灵的附体 如果刚才真的是精卫出手 那么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在真神面前 几头六级的灾难性凶兽 确实不堪一击 虽然猜出了原委 但文武斌在面对张文仲等人的询问时 却什么都没有讲 因为事情涉及到了精卫 属于机密中的机密 不能让太多人知道 甚至就连同为 青城山修真大学的聂颖娘 和廖书安两位主任 都不知道这件事 廖书安在听到旁人询问的时候 则是觉得 心疼肉疼血亏 我真傻 真的 他呢喃着说 为什么当初 要同意苏木把屠山湖 从万寿园里面带走啊 要是早知道屠山湖有这样的本事 我说什么 也不会让他们跟着苏木走 肯定要留在万寿园里 好好培养 旁人听到廖书安的话 忍不住问 什么 那只小狐狸 还是从你们万寿园走出去的 子子 老廖 你真是大方 哎我说 你们万寿园里 还有没有什么厉害的灵兽 也让我挑几只带走啊 滚滚滚 你们都滚 没一个好人 廖书安勃然大怒 随即又开始哀叹 我真傻 真的 大佬们忍不住笑了起来 空气中充满了欢快的气氛 不过在笑的同时 许多人都在想 屠山湖还有这样的本事 不行 回去后 得建议学校多培养一些屠山湖 加大对他们的教育与训练 大佬们的议论 并没有被旁人听去 因为不少人在这个时候 都被非读折磨得痛苦不堪 根本没有心思去听这些大佬们在说什么 文武兵和另外几个精通丹药的大佬 开始查看这些人的情况 商讨救治方法 同时 文武兵还悄悄地用传音术问苏木 刚才是精卫上神出手了吗 是 苏木也痛得厉害 勉强回答道 同时看了眼旁边的蝉除吞月炉 离着解药出炉 还要一点时间 得到了肯定答复后 文武兵想到了苏木之前的提议 如果真的能让精卫 鼓这些神灵 去挑战副本里面 客串一下世界boss 不仅对学生们 是一个巨大的魔力 对老师们 同样也能起到很好的锻炼 不仅要练学生 老师们一样要好生练练才行 得催促学校那边 赶紧把这件事情提上日程了 嗯 最好是与老师们的业绩考评挂钩 这样他们才会更加用心 文武兵在心里面嘀咕着 同一刻 青城山修真大学的老师们 齐齐打了个寒战 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太妙的事情要发生 第512章 我有药啊 文武兵和张文仲等单一 施展法术 从中毒的修真者们身上 提取出非毒 现场展开研究 商讨救治众人的方法 苏木虽然看到了他们在忙 却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要不然肯定会告诉文武兵 自己这边已经在尝试炼制解药了 廖书安没有跟着过去 他擅长的是御兽 虽然懂点兽医方面的知识 但在化解非毒这件事情上 帮不了什么忙 他干脆是走到了苏木身旁 看了看图山秘密 又看了看苏木 苏木感觉廖主任的目光有点奇怪 廖书安看图山秘密 像是在看着自己疼爱的亲生女儿 目光中满是骄傲与恋爱 而在看向苏木时 目光就变成了不爽 仿佛苏木是把他家白菜拱走了的猪 释放法术 给图山秘密做了个检查后 廖书安松了一口气 他只是消耗过度晕过去的 没什么大碍 他没有中毒的吗 大概没有吧 苏木含糊地说 他早就发现了这个情况 猜测是精卫附身的原因 就算之前图山秘密有中非毒 神力降临后 也把他身体里的非毒给清理干净了 说不定 还让他有了一些其他的收获 正想着图山秘密睁开了眼睛 一个劲地喊恶 廖书安赶紧拿出一包零售粮 献保式地递给了图山秘密 这是我亲手做的零售粮 不仅味道好吃 还有利于灵力的恢复与成长 快吃吧 多吃点 然而图山秘密一点不领情 皱了皱鼻子 嫌弃地说 我不要这个 廖主任 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 然后扭头冲着苏木道 老板 我饿了 看在图山秘密立了大功的份上 苏木强忍着痛 从空间手串里面 拿出了一份 能够帮助灵力恢复的灵妖 图山秘密欢呼一声 用两只小钱找捧起灵妖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廖书安看了眼 自己手中的灵寿粮 又看了眼美滋滋 吃着灵妖的图山秘密 心里面有些不适滋味 我做的灵寿粮 难道就不香吗 叹了口气 他就要把灵寿粮收起来 他养的那条小娇 急忙昂起头 连着叫了好几声 仿佛在说 图山秘密不吃这灵寿粮 我吃呀 给我给我 我不嫌弃 可是 廖书安并没有给他 直接把灵寿粮收起来了不说 还训斥他道 吃什么吃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你今天的修炼完成了吗 作业做了吗 没有做好这些事 休想吃东西 小娇的脑袋立刻搭拉了下来 那叫一个委屈 还在心里面付费 狐狸再好 也是别人家的 我才是你的小宝贝啊 廖书安完全没有注意到 自家小娇在吃醋 他一双眼睛直勾勾的 盯着图山秘密 语气温柔 秘密啊 你在苏木那儿过得还好吗 要是觉得不顺心 随时可以回来 我们御寿系 永远都是你的家 图山秘密被他说话的语气 给鸡得打了个哆嗦 忍不住想 眼前这个人真的是廖主任吗 别是被谁给夺赦了吧 他对自己被敬畏附身的事 没有记忆 虽然有看到那几头灾难性凶兽挂了 却只以为是文武兵 廖书安等大牢 赶到后斩杀的 要不然 他尾巴早就撬到天上去了 岂会是现在这么谦虚 所以他也就不明白 廖书安为什么要向他献殷勤 图山秘密在心里面想着 爷爷说过 无视献殷勤 非一间即到 我在万寿园待了那么多年 廖主任都没有关心过我 现在突然关心 只不定是在打我的什么坏主意 哼 我可是狐狸 聪明着呢 能被你给骗了 开玩笑 可怜的廖主任 全然不知他的一番好意 落在图山秘密眼里 竟是成了别有用心 好吧 他也确实是别有用心 我在老板这里待得很开心 不想回去 你还是找别的狐狸吧 他们更可爱 图山秘密说这话的时候 还往苏木身后躲 要拉开与廖书安的距离 廖书安一脸茫然 心说你不想回来 就不想回来吧 干嘛要这样躲我 还有 为什么我要找可爱的狐狸 难道狐狸突然变强的关键是可爱 哎哟 这可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与研究方向啊 图山秘密明确表态 不想回万寿园 廖书安也不好意思再劝 他毕竟 不像某些人的脸皮那么厚 翘学生的墙角 也能干得毫无压力 他顶多只能暗示一下 被拒绝后 就不好意思再继续了 不过他又把主意打到了苏木身上 撇了延远处的文武兵 确定对方没有注意到这边 廖书安压低了声音 搞跟黑帮街头一样 小声道 苏木 我看过你之前写的玉兽论文 非常有水平 要不你来做我的研究生怎么样 我保证轻囊相授 要是能把苏木拉进玉兽专业 他不仅是给专业里带来了一个天才 也让屠山秘密 回到了玉兽专业 可谓是一箭双雕 一举多的 然而 还没等苏木给出答复 远处好似没有注意到这边情况的文武兵 却突然扭过头来 他用传音书说道 老廖 我让你很久了 再敢打苏木的主意 我就跟你单挑 现在给我离苏木原点 再把你的青羹鸟放出来 这非毒是会传染的 要是让他感染普通人 就真要酿出大灾难了 廖书安神色一变 不知道是被文武兵的单挑威胁吓到了呢 还是被非毒会传染的事情惊到 他拍了拍苏木的肩膀 转身走了 并立刻从他装灵兽的法器中 换出青身白慧 白目白尾的青羹鸟群 不愧是大佬 认怂 都认得这么果断 几只青羹鸟 发出青羹青羹的叫声 飞上了天 同一时间 茅山 龙虎山等几个学校 有青羹鸟的大佬们 也纷纷将这鸟放了出来 别看青羹鸟的体型 跟喜鹊差不多大 实力也不是很强 但是 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能力 它可以压制 降低毒液的传播 青羹鸟飞在天上 一圈圈灵力 随着它们翅膀的扇动 挥洒落下 就像是在喷洒消毒药剂一样 看到青羹鸟们 承担起了防止毒液扩散的工作 文武兵稍稍松了口气 收回目光 继续沉着脸皱着眉 与张文仲等人 商讨化解非毒的方法 这非毒不仅品极高 而且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一时半会想要找出彻底解毒的方法 根本不可能 但偏偏这毒又很厉害 就这么短短几分钟的功夫 中了毒的修真者和异兽身上 已经开始出现溃烂 再这么下去 用不了多久 中毒者不仅外表皮肤会溃烂 身体里的脏腹器官 经络血脉等等 都会烂掉 真要到了那个时候 就算是要亡再世 一圣重生 也来不及了 张文仲面色凝重地说 可惜钟南凶远在花城 就算请他快见池圆 也来不及 这毒在体内扩散 破坏得实在太快了 龙虎山的单一名家五连德 再给几个中毒者 尝试用了多种药物 都没能起到效果 不禁有些着急 但是怕影响到中毒者的情绪 他没有表露出来 只是用传因术说道 我们刚才商量出来的 几种药物和法术 都没有什么效果 紧接着又提议到 让人过来确实敢不及 要不搞个远程会诊吧 把所有擅长此道的单一名家 召集起来 共伤对策 非毒的发展实在太快 就算不能治愈 也必须要尽快想出办法压制他们 否则要不了多久 这些中了毒的人 都会全身溃烂而死 文武兵 张文仲等人齐齐点头 都赞成武连德的提议 并且立刻就拿出了相关法器 联络单一名家 要进行远程视频会诊 这个时候 苏木却凑了上来 询问道 文校长 您那有酒夜银花 玄地金晴和连山翘 这几位灵妖吗 文武兵下意识地回答道 有事有 不过 我现在正忙着 没空找给你 说到这里 他猛然反应了过来 急忙回头 看着站在他身后的苏木 惊讶地问 你 你没有中毒 张文仲和武连德等人 也纷纷是惊讶地看着他 大佬们清楚地记得 就在刚才 他们到的时候 苏木还躺在地上 表情痛苦 身上也满是中毒症状 怎么这会儿 他却变得跟没事人一样 而且看他的皮肤 也没有像其他中毒者那样 出现溃烂等情况 非毒吗 我中了呀 苏木说 那你怎么没事 武连德急忙问道 我有药啊 我炼了一炉药 虽然缺少几位灵药材 无法跟着非毒 但是可以缓解 压制他的毒力 苏木说到这里 侧过身 朝着后面给人喂药的图山秘密 和阿米亚指了指 我让他们先拿这药给大家鼎鼎 想弄齐了缺的几位灵药材 再炼一炉药 来彻底化解非毒 什么 除了文武兵 其余的几位单一大佬都梦了 我们在这里束手无策 你居然不声不响地 弄出了有效药 甚至还能更进一步 练出特效解药 你确定不是在逗我们 你这都是怎么办到的 第513章 小伙不错 几个人中 武连德的性子最急 身形一晃 就出现在了图山秘密面前 图山秘密很聪明 眼睛一眨就猜出了 武连德想要做什么 直接把手里的一颗解毒丹药给了他 然后重新拿了一颗 塞进身旁中毒学生的嘴里 没做停留 又赶紧去给其他中毒者 为服解毒丹药 武连德到了一声谢 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丹药 紧接着又对服用丹药的学生 释放了一系列的检查 检验法术 一道道法术光雨 笼罩住了这个学生 光目浮现在他身侧 上面列出了各种检验结果 包括血尿常规 心电图 胸腹腔内各种脏器的情况等等 这些检测数据都是事实的 会随着病人的情况变化而波动 武连德看到 这个学生原本因为中了非毒 身体的各项指标 以及脏腑功能都在不断恶化 可是在服下了苏木炼制的解毒丹药后 这些指标功能都开始趋于稳定 甚至有了好转 有效果 这要真的有效果 武连德激动地转过身 朝着不远处的文武兵和张文仲等人喊道 一个闪声回到了他们身前 还带来了那片检验光幕 去在这里的都是单一大佬 看检验单子是基本操作 一眼就瞧出这个同学的病情 确实有了好转 他们顿时都激动了起来 真有效果 非毒对身体的破坏 明显得到了遏制 心肺功能都有了一定的恢复 太好了 这真的是太好了 之前众人对非毒一筹莫展 这个毒液仿佛是笼罩在他们心头的乌云 大有黑云压澄澄欲催之事 而现在 苏木炼出的解毒丹药 就像是穿透了乌云的阳光 虽然还未完全驱散黑暗 却是让人看到了希望 既然这个解毒丹药有效果 那么苏木在他的基础上面做出的改良 便值得一试 哪怕不能彻底干掉非毒 也能让情况比现在更好 想到这里 几个单一大佬纷纷说道 我这里有酒叶银花 还是道地的干男出产 上上之品 我有玄地精情 还是经过了我亲手炮制的 品质绝对一流 连山翘我这里哦 前不久在西域省收的 要多少 有多少 我这里哦 苏木你还要什么 只管开口 就算我们身上没有 也能立刻给你找来 几位单一大佬 很快就把苏木缺的灵药材 全都拿了出来 摆在他的面前 但是 苏木没有立刻开炉炼丹 而是说 还要麻烦诸位老师帮个忙 把解药炼出来 他的品级太高 我炼制不了 苏木炼制的第一版解毒丹药 品级在四级以等 以他的修为 虽然中了毒 可是仗着有缠除吞月炉 和缠除药秤 还是勉强炼制成功了 而在第一版解毒丹药服下后 克金外挂被激活 给他打了个五分 普普通通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配出一份普普通通的解药 也算是不错了 而苏木在克金将这解药 提升到了十分 完美无缺 后 他的品级也参升到了六级 跟非毒在同一水平 这种级别的丹药 对于炉火变化 灵力波动 以及阴阳的交融平衡 要求很高 以苏木现在的修为和状态 无法炼制出来 只能求助于在场的 这几位单一大佬 老温 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请务必全力以赴 张文仲朝着文武兵拱了拱手 然后转身去了别处 其他几位单一大佬 也都是如此反应 叮嘱拜托了文武兵后 便去帮着阿米亚 和屠山秘密 发放解毒丹药 走的时候 还贴心地帮着苏木和文武兵 释放了一个隔音术 他们并非不想帮忙炼丹 而是不愿占苏木的便宜 白听了这解药配方与炼法 文武兵就不同了 他的身份 关系摆在那 跟苏木是自己人 苏木没有矫情地 喊张文仲等人留下 飞快地把所需灵药材 和炼制方法 告诉给了文武兵 文武兵也没有迟疑 立马拿出了他的法器药秤 和炼丹炉 居然也是铲除造型 苏木忍不住在心里面吐槽 这帮单一大佬的审美 真是太奇葩了 一个个都逮着铲除 往死里的薅 也不知道改个造型 弄得威风 漂亮点 比如龙凤要秤 饕贴丹炉等等 难道不比一只蛤蟆好 很快 解药的炼制 就上了正轨 文武兵的三族灵蝉丹炉 属于自动化法器 虽然还未能御御出气灵 但是带有很高的智能系统 在他把一切设定好 往丹炉中灌输了足够多的灵力后 剩下的事情 就不需要他一直守在旁边了 三族灵蝉丹炉 会自行处理大部分情况 只有遇到处理不了的 才会呼叫他 文武兵在和苏木聊了几句后 便挥手撤去了笼罩在这附近的隔音树 这个时候 张文仲 武连德他们 已经帮着阿米亚和屠山秘密 分发完了第一版的解毒丹药 只等文武兵的这一炉药出来 就给中毒的人继续用上 而服用了第一版解毒丹药的人们 痛苦大减 身体的溃烂也得到缓解 纷纷从地上爬了起来 都在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苏木 张文仲 武连德几个单一大佬 很快重新聚在了苏木身边 他们一边研究着提取到的非毒 一边又按捺不住好奇 纷纷询问苏木 是怎么弄出了这解毒药物的 非消失多年 非毒液是如此 而且 它又是非常复杂的六级毒液 纵然是他们这些单一大佬 短时间内 别说是特效药 连非毒的结构 组成等等情况 而苏木呢 却好像是对非毒很了解 不仅练出了很有效的药物 还能针对非毒的具体情况 对药物做出了进一步的改良 难道他以前接触过非毒 学过相关知识 那又是谁教他的呢 肯定不是文武兵 这老小子 如果懂非毒 早就搞得单一戒 人尽皆知了 而且再来了后 也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弄出解药 不会拖到现在 文武兵虽然脾气性格不怎么样 但他的一德一风 还是无可挑剔的 大佬们想着 心中充满了疑问与困惑 苏木早就想好了对策 回答说 我中了非毒后 不甘心就那么被毒死 便通过自己学过的毒药 但要等知识 对非毒的情况 以及自身变化 进行了病理分析 琢磨出了一个解药配武 其实我原本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只是想着 不能坐以待毙 无论如何 也要努力一下 哪怕是碰碰运气也好 结果没想到 我的运气很不错 练出来的要有效果 既然它有效果 那就说明 路子是对的 只需针对部族 做出改良便可 紧接着 苏木又讲了一些 关于非毒的毒理分析 以及选用药物的搭配构思 与药理分析等等内容 因为苏木对非毒 还有解毒丹药 都有了完美版的认知 哪怕只是挑剪了一小部分内容讲解 还是让一群单一大佬们 听得入了神 纷纷露出的惊喜表情 和单一大佬们不同 旁边不少因为好奇 也凑过来 旁听的修真者们 则是一副 at下话线at 撞的猛逼表情 什么核酸啊 伊克啊 包摩子力啊等等 完全听不懂 等到苏木讲完 单一大佬们都觉得受益匪浅 对于非毒有了更多 更清晰的认识与了解 苏木讲的这些内容 其实并不深 却给他们指明了一条研究方向 同时也因为讲的不深 才让他们相信了苏木的解释 毕竟时间这么短 就算苏木再怎么天才 也不可能把六级的非毒彻底研究透 又不是开了挂 但是能够做到这一步 也是相当了不起的 张文仲感慨道 真是没有想到 苏木你在中毒后 居然还能忍着痛苦 冷静分析 你说是靠的运气 但我觉得 运气因素或许有 可更关键的 还是你对药理 病理 以及毒理等等学科的知识 掌握得十分牢固 若非如此 就算运气再怎么好 也不可能这么快 就练出有效药物来 他看了眼苏木 又看了眼文武兵 目光中透着羡慕 嘴上虽然没说 但心里面却忍不住想 为什么我 没有遇到这样的好苗子 老文上辈子 到底是积了多少福啊 伍连德也夸奖道 张校长说的没错 苏木你能成功 绝对不是靠的运气 你的知识储备 你的判断力 洞察力 以及思维能力 才是关键 再说了 有句话讲得好 运气只会眷顾 有准备的人 另外几位单一大佬 也纷纷附和 夸起了苏木 文武兵很得意 昂首挺凶 骄傲得不行 苏木则是很谦虚 连连说 都是我老师 我师叔教得好 还有文校长辅导得好 哎呀 你这孩子 说什么大实话呢 我也就是小小的 指导了你一点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啊 文武兵连连摆手 嘴上说着不值一提 老脸却是笑得满是褶子 跟开花了一样 众单一大佬们 先看着苏木 心说小伙不错 路走得挺宽啊 然后 又琪琪对文武兵 翻了个白眼 一口同声地道 嘿丢一 闭嘴吧 你个不要脸的老东西 我们从未见过 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第514章 又一次苏木争夺战 面对几位单一大佬的斥责 文武兵很是不爽 将眼一瞪道 应该闭嘴的是你们 还说我厚颜无耻 哼 我看 明明就是 你们在极度 我有苏木 单一大佬们 被刺到了痛处 他们确实在极度 文武兵有苏木 道祖在上 苏木这样的天才 为什么不是出在我们学校 出在我的学生里 怎么就偏偏让文武兵 这个老东西遇到了 天道何其的不公啊 想到这里 他们终有带了学生来的 就忍不住是瞪了自家学生一眼 怒气不争地说 亏你们一个个修为还高 怎么就是这样的表现 回去后 都给我把单一涉及到的 各科知识 从头到尾温习一遍 我要考 如果考试成绩 不能让我满意 就等着被送去照顾毒草 饲养毒虫吧 他们的学生都梦了 你们几个大佬打架 怎么还迁怒到 我们这些小辈身上了 这天道何其的不公啊 怎么 有意见 几个单一大佬 瞥了他们一言问 没 没有 他们赶紧摇头 这他喵的 有意见也不敢说啊 这几个单一大佬的学生 也大多都当上了老师 周围的人里 还有他们的学生 瞧见他们吃饼挨训 都在偷着乐 让你们平时动不动就抽考我们 现在傻了吧 活该 正想着 他们的老师就在人群中找到了他们 抬手一直道 你 你 还有你 回学校后 跟着我一块温习个科知识 一同参加考试 这几个乐极生悲的学生 顿时也梦了 文武兵看到这一幕 乐了 假惺惺地说 哎呀呀 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 别折磨他们 他们还是个孩子 单一大佬们 再次翻了个白眼 不想理他 张文仲却是眼珠一转 看向了苏木 小苏呀 你应该还没有考研究生吧 要不考到我们茅山 做我的研究生怎么样 虽然我现在只带博士生 但是为了你 我可以开个例外 文武兵顿时恼了 怒目而是 姓张的 你什么时候 要当着我的面抢人吗 别人怕文武兵 张文仲可不怕 呵呵一笑道 说对了 我就是 当着你的面抢人 苏木这样的好苗子 当然是要好老师来教 我也不谦虚 自问就是这样的好老师 姓张的你够了 信不信老子给你单挑 单挑就单挑 我怕你啊 旁边的人一听 眼睛纷纷亮了起来 张文仲的修为 不比文武兵弱 而且同样精通单道 就算在毒药上面 没有文武兵完的溜 靠着一身修为与单道造诣 确实是不怕文武兵的 说不定还真能教训文武兵一顿 当即 不仅是单一大佬 还有其他专业的大佬 都纷纷给张文仲打气加油 老张 傻 我们相信你能打过他 张校长看你的了 给文武兵这老小子 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单挑单挑 我来给你们当裁判 大家如此激动 一方面是存着 看热闹不嫌失大的想法 反正单挑的两人 又不是他们 另外一方面嘛 则是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 都被文武兵用单挑 威胁过 而他们又打不过文武兵 只能无奈认怂 但心里面却一直期待着 有人能真的把文武兵教训一顿 聂颖娘和廖书安等 青城山修真大学的人 看到这个情况 也都急了 只要苏慕留在青城山 他们就有机会 虽然很渺茫 可要是苏慕去了别的学校 他们就连渺茫的盼头都没有了 所以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苏慕走了 必须得留在青城山修真大学 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们和文武兵 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人 而要将苏慕留在青城山修真大学 首先就得让别人不敢打苏慕的主意 与张文仲的单挑 就是这样一个杀鸡儆猴的机会 于是他们纷纷聚在了文武兵的身边 七嘴八舌地说着文校长我们顶你 跟他干 走趴茅山张校长之类的话 这 文武兵有点猛 啊 张文仲也傻了眼 你们不是应该拉架 却我们别打的吗 怎么比我们还激动 纷纷喊打喊单挑 两人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都觉得有点欺虎难下 虽然这个说 你想单挑我肯定奉陪 来啊 动手啊 那个喊我让你先出招 来打我啊 可就算吼得脸红脖子粗 也没有人真的动手 因为他们很清楚 一旦动手 肯定是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谁也讨不到好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你们两个傻鸟 到底打不打呀 就只知道在那儿好 是想要靠嘴皮子 把对方给好死吗 是不是心里怂了 不敢打呀 文武兵和张文仲齐齐扭头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发现说话的 是一头山高 被两位半神级高手一瞪 这头山高顿时 被吓得瑟瑟发抖 双脚发软 扑通一声 就倒在了地上 可是再怎么害怕 他的嘴巴也没有闭上 继续喷着 说你们是耸逼 你们还不承认吗 嗯嗯嗯嗯 却是他的主人 脸色惨白地扑了上来 将他摁倒在地 捂住了嘴巴 山高的主人 一边瑟瑟发抖 一边善笑着说 两位校长 你们继续 别管他 而周围其他的山高 却是眼睛一亮 准备继续这个兄弟 没有完成的誓言 骂人这种事 倒下一个山高 还有千千万万的山高 站出来 可惜他们 还为张嘴 就被自己的主人 或是捂住了嘴巴 或是释放了静言咒 气氛有点尴尬 好在这时候 文武兵的三足 灵缠丹炉 发出一声清脆的咕咕叫 张嘴喷出了一团 如雾般浓郁的灵气 丹药炼成了 文武兵马上说道 救人要紧 我今天就放你一马 张文忠立刻接过话头道 呸 明明是我放你一马 不过你说的对 当务之急是救人 其他的事 等以后再说 周围的人很想告诉他们 别等以后再说啊 我们就想要看你们现在单挑 反正丹药已经炼好 我们自己吃就行了 不用麻烦你们 不过这话 最终还是没人敢讲出口 看热闹虽然很重要 可小面 更要紧啊 文武兵和张文忠冲到丹炉旁 拿出炼好的解毒丹药 嗅着上面散发出来的灵气香味 齐齐叹道 好药 两人当即就把炉里的丹药 分发给了中毒的人附下 并且还给所有中毒的人 都释放了一系列检查 检验的法术 以观察他们再服了药后 身体的各种变化 丹医们盯着这些光幕上的检查 检验数据 每一个好的变化 都会引来他们的欢呼与喝彩 血向指标进一步恢复正常 肝肾功能趋于稳定 并且开始了好转 肌肤的溃烂彻底停止 有的地方已经长出了腥肉芽 伤口开始恢复 我咨询了一下中毒的人 他们的疼痛再度减弱 气喘 气井等情况 也都有了进一步的好转 文武斌和张文仲看到这些变化 忍不住是相视一笑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从这些变化就能看出 非毒是真的被控制住了 就算不能一要痊愈 也离这痊愈不远了 下一秒 两人又气气冷哼了一声 黑沉着脸 把头转向了一旁 又等了片刻 中毒者的各项指标 都恢复到了正常范围内 脏腹经络的功能也回归正常 虽然被非毒破坏造成的伤势 还未完全恢复 但这只是时间与静养的问题 关键是在他们身体中 已经没有了非毒 这说明 经过苏慕改进的药方 真的能够治愈非毒 张文仲再次将欣赏的目光 投向了苏慕 文武斌赶紧跨步 挡在了苏慕身前 隔断了张文仲的目光 丹霞山的一位大佬 实在看不过去了 说道 你们两个还没闹完呢 不打的话就去生命学派 在这栋楼里的实验室看看 那个实验室虽然被摧毁了大部分 但还是有东西保留了下来 张文仲轻哼一声 将目光挪开 文武斌愣了一下 不甘示弱的也哼了一声 笼罩了写字楼的大火 早就被精卫扔出的小石子给压灭 虽然大楼里面 仍旧有烈火焚烧后的高温残留 但是对一群大佬们来说 完全够不成威胁 不过在去贺魁的实验室之前 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向那些响应请求 过来增援的修真者们 表达衷心的感谢 他们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前来驰援 便值得一声谢谢 苏木你也来 文武斌回过头 朝着苏木招了招手 向赶来支援的修真者们 表达了谢意后 文武斌说道 谢谢你们不惧危险前来支援 你们在战斗中的消耗 会由我们全额报销 对于报销 赶来支援的修真者们 不会客气 但也不会多药 同时 他们也向苏木表达了感谢 因为他们知道 治愈非毒的解药 就是这个叫做苏木的年轻学生 研发出来的 如果不是他 大家恐怕已经溃烂成 一滩烂肉无血了 此外有几个人 则对另外一件事很好奇 趁此机会向苏木提了出来 第515章 让苏木去试试 干掉灾难性凶兽的石子 是你扔的吧 一个手里面拎着铁锅和勺 身形有些发胖的顶时修真者 眨着眼睛 冲苏木问道 不是我 苏木赶紧否认 可不敢抢了 敬畏上神的功劳 然而这话 没有人相信 一个来自附近中学的体育老师 接过话头道 你就别否认了 我们都看到了 那颗石子 就是从你的盾牌后面 飞出来的 盾牌 苏木愣了一下 拍了拍床版大剑 我这不是盾牌 是飞剑 啥玩意儿 众人都很诧异 那是飞剑 说它是门板 都有人信的好吗 青城山修真大学 在飞剑上面 已经玩得这么非主流了吗 好吧 飞剑 体育老师看了 眼床版大剑 实在很难将这玩意儿 跟轻盈快捷的飞剑挂上钩 虽然它的飞行速度 好像也不慢 他接着说道 总之 那颗石子 就是 从你那边飞出来的 如果不是你扔的 还能是谁 是你的符文手办呢 还是你的 那只小狐狸 总不可能是神仙显灵吧 苏木很想告诉这位体育老师 你说对了 还真就是神仙显灵 上了小狐狸的身 扔出的那颗石子 但这个是 关系到古神 关系到精卫 苏木不能讲 见他不吭声 众人都以为他是默认了 又有几个修真者开口 附和体育老师 说自己也有看到 那石子 就是从苏木的盾牌 呃 大剑后面飞出来的 他们没有撒谎 确实有看到那一幕 但也都没有看到 那石子 是被精卫上神的 屠山秘密扔出的 因为屠山秘密的个头 实在太矮 哪怕直立战起 也没有床板大剑高 被挡了个严严实实 一个大麻吉的修真者 还热情洋溢的 对苏木说 小伙子厉害啊 那么强的灾难性凶兽 都被你一石子 给扔死了 小时候没有少扔石子 砸别人家玻璃吧 哎对了 你是哪个修真大学的来着 家里面有几口人 找对象了吗 我有个侄女 年龄跟你差不多 要不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苏木都梦了 这怎么还有人 给介绍对象 我是缺对象的人吗 阿姨 是您扫我 还是我扫您 也有人在好奇询问 你有那么强的法器 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没等苏木回答 他又自行找出了理由 是不是使用这个法器的 准备时间很长 对 一定是这样 那么强的法器 需要再多的时间准备 都不奇怪 苏木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得了得了 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只要你们开心 高兴就行 忽然 一个很嚣张的声音 想了起来 就你特么的叫苏木啊 苏木寻声望去 周围的人也七七扭头 说话的是一只山高 在他身边 还跟了一群山高 幸亏苏也没有在这里 不然看到这些山高 说不定会馋得 把口水都流出来 因为它们长得 本来就很像是小猪仔 偏偏又通体发红 看着就像是烤乳猪一样 透着一个香 苏木心说 我没有得罪 这群烤乳猪 阿呸 山高啊 他们这是要来 集体喷我了吗 带着猛逼 苏木应道 我是苏木 有什么事吗 很好 兄弟们记住你了 以后如果有要帮忙的事 叫爸爸们 嗨嗨 叫我们一声 水里水里去 火里火里去 绝无二话 山高用嚣张的语气 说着感谢的话 而且看得出来 山高在努力控制着 不说脏话 他们当然不是怕了苏木 只是不想把自己的 救命恩人给骂了 山高虽然是大喷子 但基本的是非善恶观 还是有的 听到这番话 山高们的主人松了一口气 同时又觉得惊讶 这些家伙 居然是去给人致谢 而非骂人 实在不义 那我就先谢谢了 苏木领了山高们的好意 只是忍不住在心里面想 又是水里 去又是火里去的 这不成炖汤了吗 说起来 猪骨连藕汤什么的 很好喝呢 山高们虽然不知道 苏木在想什么 但却忍不住 琪琪打了个哆嗦 然后才说 不用谢 傻 可 总之不用谢 对于山高们而言 要忍着不讲脏字 真的很不容易 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非常好了 甚至他们的主人 都忍不住有些嫉妒 老子天天为你吃 给你馋食 你都喊得我傻逼主人 从来没有这么礼貌地对待过 因为山高的打岔 众人不再缠着苏木说 小狮子的事 文武兵趁机到 大家体内的非毒虽然化解 但是回去后 还是要调养一段时间 以彻底恢复健康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 补养药物 以及调养建议 文武兵打了个响指 立刻有一瓶瓶丹药 与一张张建议丹飞来 落到了众人手中 这样的安排 十分周到 体贴 众人纷纷道谢 收起丹药后 便拿着建议丹看了起来 那对双修道旅中的南修 在看到了建议丹上的一段话后 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他赶忙对身旁的女修说 亲爱的 你看这建议丹上写的 在恢复期间 要减少剧烈运动 以轻柔舒缓的修炼方式为主 看来回去后 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修炼了 唉 这真的是让我十分遗憾啊 女修看了他一眼 正眉道 你真有觉得遗憾吗 那你在笑什么 啊 我在笑吗 我 我这是苦笑 对 苦笑 无法与你一同修炼 我这心里面 苦啊 女修有被感动到 点头道 好吧 看在你这么想要 跟我修炼的份上 我们可以不听这一条建议 难修极了 忙道 别 千万别 这些建议 我们还是要全部照办的 不能贪图眼前的畅快 而留下了病根 对了 等一下我们先去超市 买几瓶裴员灵酒 孝敬你把我老岳父 女修眉头一挑 想问他买裴员灵酒 到底是要孝敬岳父 还是为了自用 不过在扫了眼周围的人后 他把这话忍住了 没有问出口 给男修留了点颜面 文武兵叫来纯胡岳 让他送这些赶来增援的修真者离开 自己则与张文仲 武连德等大佬一起 准备前往大楼废墟中 贺奎的实验室 走了两步 他回过头 冲苏木招了招手道 你也来 张文仲和武连德等大佬 都以为文武兵带上苏木 是因为苏木这次立下了大功 要栽培他 带他去见世面 纷纷朝着苏木笑了笑 多位阻拦 进入大楼废墟前 要从几头灾难性凶兽的尸体旁边经过 精卫扔出的小石子 虽然击杀了这几头灾难性凶兽 但是并没有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太大破坏 属于非常好的研究标本 所以这会儿 好几所修真大学的老师 以及警方的技术人员 都聚在这几头灾难性凶兽的尸体旁边 又是拍照 又是取样 商量着到底该由谁来牵头研究 凶兽的尸体 又应该具体分配到哪家的实验室去 在从凶兽尸体旁边经过时 苏木给阿米亚使了个眼色 侧身挡住了旁人的视线 阿米亚心领神会 悄悄地帮着收集了一些凶兽血 用试管装了 放进苏木的背包 这些凶兽血 都是上好的提取天赋的材料 不可错过 苏木和阿米亚 把事情做得很隐蔽 没有被什么人看到 而那两三个看到的人 也只是笑笑 什么都没有说 比如文武兵 穿过一片坍塌的废墟 苏木跟着文武兵等大佬 来到了地底富二层 贺奎的实验室就在这里 已经被凶兽给搞成了废墟 许多实验设备 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实验项目和成果 也都被毁得差不多了 不过还是有东西留了下来 早现一步进到这里 展开搜索与调查的 各校老师与军方 警方的技术人员 见到大佬们进来 立刻汇报道 我们找到了一些 实验材料与药剂 另外还找到了 这个实验室的灵能电脑 武连德眼睛一亮 急忙问道 这里的灵能电脑 没有遭到破坏 没有 汇报的人说 这里的灵能电脑 不仅有法器级的机箱 作为保护 同时还被存放在了 一个防御法阵里 所以躲过了凶兽们的破坏 太好了 这一下不仅武连德 张文仲也面露喜色 追问道 你们有在这台灵能电脑里 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资料文件吗 还没有 汇报的人有些不好意思 这台灵能电脑的保密措施 做得非常高 我们暂时还没有破解开它 需要时间 文武兵他们看了一眼 包括袁老师在内的几个扶阵高手 都正聚在实验室的 灵能电脑前忙碌着 这已经是目前这里 能够拿出来的 最强的破解阵容了 但大佬们还是不满意 而他们中 又没有人是专修扶阵这块的 便纷纷商量着要叫增援 文武兵在这个时候开口了 呵呵一笑道 叫什么增援呀 浪费时间与人力 让苏木去试试 第516章 主 苏木 他还懂扶阵知识 几个大佬听到文武兵的建议 奇奇皱眉 更有人不满地说 老文 我们知道 你是想要栽培苏木 可也不能拔苗助长啊 他懂扶阵吗 会破解扶阵安保系统吗 你就让他上 万一不成 打击了他的自信心 岂不是要毁了这孩子 文武兵呵呵一笑 你这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我都不怕打击到苏木的自信心 你担心什么 苏木要是那么容易被毁掉 他也不是苏木了 紧接着 文武兵对苏木眨了眨眼 笑着说 他们问你懂不懂扶阵 你赶紧回答一下 苏木苦笑 但还是听话地回答说 扶阵是我的主修专业之一 武连德惊讶地说 我以为你是专修的丹药 怎么还学了扶阵 呵呵 不止呢 我们苏木除了丹药和扶阵 还学了顶时与气修 很多才多艺的 文武兵炫耀道 那表情那模样 就跟过年时 像亲戚炫耀孩子的家长一样 只差没有让苏木 当场展示才艺了 又一个大佬道 就算苏木学过扶阵也不行啊 那么多扶阵高手 都没能把这个实验室的 灵灯电脑破解开 他一个学生 话说到这里 他哑口了 却是想起了刚才的非读 那个烈性独异 也是让一群单一大佬束手无策 结果被苏木搞出了解药 所以拿学生 年轻 修为低这些理由 去质疑苏木 显然是行不通的 他只能扭头 对张文仲说 老张 你的意思呢 张文仲刚要开口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和旁人不同 他是知道 苏木之前有审问过贺奎 这件事 还是经过了他同意的 但他并不清楚 苏木具体是怎么审的贺奎 因为文武兵无论如何都不肯说 只是告诉他们 让苏木去审准行 并为苏木做了担保 结果证明 苏木在审问上面 确实很有一套 就是有点废犯人 此刻看到 文武兵胸有成竹 张文仲就忍不住想 难道苏木之前的审讯 不仅问出了解除实话的方法 还问出了贺奎实验室里 灵能电脑的密码 于是他说道 我同意老文的建议 先让苏木去试试 要是他不行 再叫人过来帮忙 咦 听到这话 众人眼中都透着惊讶 诧异地说 你们刚才不是还嚷嚷着 要单挑要决斗的吗 怎么一转眼的功夫 就变得夫唱妇随了 文武兵脸色一沉 斥则道 夫唱妇随个巴巴 我们都是男的 能夫唱妇随吗 你们会不会用成语 那叫夫唱妇随 呸 不对 叫英雄所见略同 文武兵和张文仲 是这里身份最高的两个人 他们一致决定 让苏木试试 别人就算有意见 也没法反对 事情就这么定了 去吧 文武兵拍了拍苏木的肩膀 笑呵呵地说 早点把这边的事情弄完 也能早点带你去 生命学派的研究所 见识见识 不得不承认 他们虽然路子走歪了 但在实验设备 器材等方面 却是一等一的 好 苏木眼睛一亮 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拆 嗨嗨去参观 生命学派的研究所了 不过 他并没有立刻过去 破解灵灯电脑 而是先拿出了手机道 我先查查该怎么弄 文武兵和张文仲猜测 苏木应该是把审问结果 记录在了手机上 所以并不惊讶 但是其他人不知道这个情况 见苏木拿出手机说 是要查查怎么弄 都有点猛 苏木这是什么情况 林上敞了才磨刀吗 他事上的哪个网站查 百度还是谷歌 不会是在朋友圈发问求助吧 人们面面相去 正犹豫着要不要发问 苏木已经在贺奎的记忆文当中 查询到了相关内容 他抬起头来说 想要使用实验室里的灵能电脑 需要同时通过面部 指纹 灵力波符 以及灵文密码的四个验证 是这样没错 正在灵能电脑前 噼里啪啦敲击着法器键盘的袁老师 听到这话 惊讶地转过头来 似乎在纳闷 苏木明明就没有接触过这里的灵能电脑 怎么会知道这些情况 同时他还说到 面部和指纹的验证 我们在进来之前 提取了贺奎的相关特征 不难搞定 但灵力波符和灵文密码这两项验证 就让人很头疼了 到现在 我们都没能理出头绪 袁老师的话 让大佬们纷纷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这是蒙对了 还是真在网上查到答案了 有贺奎的面容特征与指纹就好办 苏木把手机揣回兜里 走到了实验室的灵能电脑前 他没有借用袁老师的键盘 因为他知道 扶振师对键盘的感情 就跟剑修对剑一样 都是当老婆疼的 盖不外见 苏木拿出自己的法器键盘 飞快地敲出一串符文代码 他们在半空中翻滚 化作了一型复杂的灵文密码 紧接着 他扭头 向袁老师问道 贺奎的面容和指纹呢 在这里 袁老师旁边的一个女老师 立刻施展出了一种 类似于3D打印的法术 很快便把贺奎的上半身 全都给打印了出来 绝对地唯妙唯肖 谁家里要放这么个玩意儿 半夜起来尿尿 能被吓得半死 这个法术 跟生花妙笔数有点像 多半是进阶版本 苏木看得很仔细 克金外挂被激活 让他得到了这个名为 三维打印术的三级甲等法术 因为只是看的施法过程 所以评分很低 只有一分百无是处 不过 克金能够搞定的事 就都不算问题 但苏木没有着急提升这个法术 因为还有正事要办 他让女老师调整贺奎的上半身 将面部对准了 灵能电脑的摄像头 并把手放在了指纹识别器上 紧接着他调整了 自己的灵力波符 最后才把灵文密码 输入进灵能电脑 核对身份 灵能电脑被激活 传出了一个声音的声音 一道道浮光 从智能电脑中投射了出来 先是扫描了3D打印版 贺奎的面部与指纹 然后又核对了被苏木 灌注到假贺奎体内的 灵文波动 人们不由自主地 并住了呼吸 下一秒 声音的声音再度响起 身份核对完毕 确认权限 可以使用灵能电脑 欢迎您回来 贺奎资深研究员 真的成功了 众人惊喜交加 没想到苏木 真的把这里的灵能电脑 给破解了 而且还这么快 仿佛早就知道密码一样 伍连德更是张大了嘴巴 这些真是从网上查到的 哪个网站这要牛啊 苏木对灵能电脑里面的资料 并不感兴趣 他有贺奎的记忆文档 电脑里的资料 都能在记忆文档中查询到 所以 在破解了灵能电脑 获得了使用权限后 苏木就要把位子 让给文武斌等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苏木瞥见了 灵能电脑的屏幕上 有一条提示信息在闪烁 是一封新邮件 贺奎还没来得及查看 苏木有些好奇 但还是忍住了 把灵能电脑 移交给了文武斌 文武斌也瞧见了 那条提示信息 侧头看了眼苏木 直接给点开了 苏木还未走远 看到了这封新邮件的内容 就只有一句话 主已经知道你的贡献了 对你很满意 嗯 苏木眉头一跳 主 他在贺奎的记忆文档里 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内容啊 当然 贺奎的记忆文档里 内容很多 很可能是他还没有看到这一块去 不过贺奎的主是谁 是生命学派背后的 某个神秘存在吗 仿佛是听到了苏木心中的疑问 文武斌用传因术对他说 根据我们的调查 在生命学派的背后 很可能是有邪神存在 甚至不止一个 苏木也用传因术 询问道 邪神的目的是什么 文武斌道 暂时还不清楚 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苏木点点头 把位子彻底让了出去 退到一旁 瞧了眼周围的人都在忙 他便把手机拿了出来 打开贺奎的记忆文档 检索起了主这个关键词 还真是让他查到了一些相关信息 这个主 如文武斌所说 是藏在生命学派背后的一尊神灵 被他们尊为全知全能的主 一直在指导 甚至可以说是 引诱他们 从事基因改造研究 对于这尊神灵的真名 以及他的目的等等问题 即便是贺奎这样的资深研究员 也并不清楚 估计要更高层次才知道 其实贺奎对这个主 也是抱以怀疑态度 但基因改造 确实让他看到了成神的希望 所以 就算知道主不怀好意 他也像扑火的飞蛾一样 一头扎进去了 苏慕看完关于主的讯息 就把手机收了起来 毕竟这个地方还有很多人在 不方便久看 闲着无视 他在实验室里转了一圈 对于那些被凶兽摧毁的实验设备 他一点不嫌弃 拿出金弓锤 上去这个敲敲 那个拆拆 因为这些东西 都已经彻底坏掉不能用 所以也没有人阻止他 随他折腾 对旁人来说 这些坏掉的设备是垃圾 可对苏慕而言 却是宝贝 他们虽然损坏报废 可拆了后 还是有那么几个 激活了课金外挂 让苏慕收获到了相关的制造知识 苏慕拆得正欢 文武斌和张文仲等大佬的手机 纷纷响了起来 接通电话后 他们的表情都是一变 出什么事了 众人纷纷停下手头的工作 望向他们 第517章 战斗远未结束 接完电话 文武斌扫了眼 实验室里众人的紧张表情 笑了起来 别紧张 是个好消息 今天除了我们这里 生命学派在国内的另外几处窝点 也都被成功打掉了 生命学派在国内的势力 可以说是被连根拔起了 张文仲笑着附和道 文校长说的没错 刚才我们接到的电话 就是指挥部打怪报喜的 这次针对生命学派的专项行动 大获全胜 他好了 这个好消息 让众人心中的紧张和担忧 一扫而光 纷纷欢呼了起来 但还是有几个眼尖的人注意到 在大佬们接电话的时候 曾经有皱过眉头 所以事情 应该没有文武斌和张文仲说的 这么简单与顺利 苏慕也是注意到了 这个情况的人之一 他在心中飞快地思索着 生命学派的窝点被打掉 确实让他们在国内的势力 遭到了重创 但是别忘了 之前在生命学派的材料库里 可是发现了好几具 被扒了皮的人士 那些人士的身份 虽然还未最终确定 但极有可能是修真大学的老师 或者是一些很重要的单位 企业里的技术骨干 甚至是项目带头人 这还仅仅是在一个材料库里面发现的 谁也不知道 他会否只是冰山一角 被生命学派画皮冒充的人 又到底有多少 这些人又发展出了多少的下限 生命学派在国内的窝点被打掉 并不代表着他们在国内的势力 就被彻底扫光 接下来 生命学派的人 一定会顿入阴暗 一边舔尸伤口 一边继续发展 寻找机会报仇 而他们在国外的势力 也会想尽办法给予支援 与生命学派的战斗 还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相信文校长 张校长他们 都是清楚这一点的 只是因为刚刚才结束了一场大战 才选择了报喜不报忧 以激励鼓舞士气 苏木正思索着 耳边忽然响起了文武兵的声音 瞧了眼左右的人 都毫无所查 显然是文武兵悄悄在传音给他 接下来的话 你听着就行了 不要有反应 也不要外传 刚刚收到消息 你们之前发现的那几句 被扒了皮的尸体 已经完成了身份确认 其中一人 被证实为普陀山的静安教授 另外 几句尸体的身份 也都是修真大学里的老师 教授 而且无一例外 都是在考古或者秘境研究领域里 有着一定身份与话语权的人 目前 我们已经派了人 在暗中监视他们 想看能否顺着他们 拽出更多生命学派 藏在暗处的人 另外几个行动的也传来消息 说在他们那儿 也有发现被扒了皮的人尸 但是他们发现的人尸 大多被破坏得不成形 想要确定出身份 需要实践 除了这些外 他们还发现了一封 尚未被销毁的生命学派 内部高层邮件 内容是 要求发展更多生命学派成员 不只是修真者 还有普通人 因为他们 需要更多的实验体 也需要更多养分 供给他们的主 苏木在听完了文武兵的话后 表面上没什么表示 心里面则在飞快地想着 这些情况 倒是与我猜测得差不多 听文校长的意思 他们应该会有后续安排 倒是不用太担心 片刻过后 文武兵他们 将灵能电脑上面的资料 全部拷贝完成 准备离开这里 返回生命学派的研究所 那边才是生命学派 在这里的核心 虽然各学校与政府相关部门 都派了最值得信任的人 在那边打扫战场 收集资料 但他们还是不放心 要赶过去亲自作证 文武兵在走的时候 没有忘记带上苏木 朝他招了招手道 别在那搞拆迁了 拆下来你也用不了 赶紧跟我走 苏木按道 谁说这些东西 我拆了用不上 我拆了他们 就能学到知识的好吗 鲁迅说得好 知识在于拆拆拆 虽然这么想 苏木还是在第一时间 收起金弓锤 屁颠屁颠地跟上了文武兵 心里面琢磨着 研究所那边的设备 应该比这里的 更好更先进吧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拆 苏木 刚跟着文武兵他们 走出坍塌的大楼废墟 苏木便听到了一声激动的招呼 扭头一看 是刘鹏 刘鹏原本是在帮着警察 疏散人群 这边战斗结束 警方的支援力量又赶到了后 他便反了回来 帮忙打扫战场 你朋友 文武兵问 高中好友 苏木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文武兵点点头道 那你们聊几句吧 我正好要给你 纯胡师叔交代点事 旋即留下苏木 静止去找了纯胡月 你没事 他好了 刚才没有看到你 吓死我了 刘鹏跑了过来 确定苏木完好无损 长松了一口气 然后在他胸口累了一拳 激动地说 苏木看到 刘鹏没事也很高兴 捂着胸口 故作痛苦地说 本来没事的 被你这一拳打出了内伤 看在你我很熟的份上 汤药费给个百八十万就行了 刘鹏白了他一眼道 滚蛋 我要有那么多钱 买符文手办不香吗 为什么要给你 哎 你这符文手办 不是我送的那支吧 怎么 你也开始玩符文手办了 收藏了多少支 没多少 苏木呵呵一笑 我要是告诉你 我有一工厂的符文手办 还引进了一条符文手办生产线 你岂不是得风 苏木想到一件事 便问 你玩符文手办 应该认识不少同道中人吧 刘鹏一脸严肃地说 同道中人 开什么玩笑 我们才不会把符文手办借给别人 嗯 嗯 靠 我说的不是那种符文手办 你能不能别开车 这车速都特么飙上天了 让我以后怎么面对这个成语 你能听懂 说明也不简单 吐槽了几句后 苏木道 不闹了 说正事 刘鹏笑着说 我肯定认识不少人啊 我还是圈子里的大佬 天天喊着 想要看我女装的粉丝 不知道有多少 苏木面露一色 上下打量了刘鹏几眼 在脑海中想了想 他穿女装的样子 不寒而栗 不寒而栗啊 刘鹏则很好奇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打算帮你谋点小福利 客店知道吧 据我掌握到的内部消息 他们有意推出符文手办 等到符文手办生产出来后 肯定会找人做评测 到时候 我把你推荐给他们 虽然刘鹏在前省 但客店的名字 他还是听过的 甚至如雷贯耳 之前的神仙带货事件 可是闹得沸沸扬扬 直到今日在A B站上 都还有不少鬼畜视频 更不要说 最近大火的培元09和飞剑了 所以 刘鹏很惊讶 你认识客店的人 什么时候有的这关系 也是最近 我帮着他们 弄了几个评测报告 所以有了点关系 刘鹏没有怀疑 只是佩服 牛逼啊 然后一脸认真的说 如果客店的符文手办够好 我不仅帮他们做评测 还会大力帮他们宣传的 苏木笑着点了点头 好 我会把你的这句话 转告给他们的 顺便再帮我多吹捧几句 没问题 又聊了几句 文武兵那边 跟淳胡岳交代完事情 朝着苏木招手 苏木赶紧道 我得走了 有什么事 微信上聊 刘鹏很好奇 他要去什么地方 但是忍住了没问 点头道 行 你赶紧去吧 等苏木到了跟前 文武兵架起飞剑 再上了 他和屠山秘密 往研究所的方向飞去 地面上 白情仰头 看着飞远的苏木 忍不住叹了口气 小声地嘀咕道 还说要追上你 没想到 才越鱼不见 你我之间的差距 非但没有缩小 还越拉越大了 让苏木有些惊讶的是 聂尹娘还带上了 他的学生林建娥 不过在看到林建娥的状态后 苏木便明白原因了 林建娥之前拼了命 为了爆发出最强战力 把葫芦里的零酒一口干完 现在他体内的飞毒 虽然被治好 酒劲却上来了 让他彻底醉倒 哪怕纯胡月给弄了醒酒伞 也没有用 好在文武兵出手 帮他做了治疗 不会让这次醉酒 对他的身体和修为造成伤害 但是昏睡上一段时间 却是避免不了的 聂尹娘不放心 只能把他带在身边 亲自照顾 看到沉醉不醒的林建娥 廖书安叹了口气道 聂师妹 当初你的酒粮 要是跟你这个徒弟一样就好了 说不定 咱们的孩子 都跟他们一样大了 聂尹娘年轻的时候 有不少追求者 但他醉心建树 不想谈恋爱 对双修也没有兴趣 便定了个酒类规矩 想要追求他 得先在喝酒上面赢过他 可惜一荒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还没有在酒类上 被人击败过 廖书安当年也是他的追求者之一 没少在酒类上 喝得鸣鼎大醉 不过听了他的话 聂尹娘却在冷哼 说的就像 你能喝过我这徒弟一样 再说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当年上酒类 哪里是想要追求我 根本就是馋了 想骗我的零酒喝 这 哼 廖书安心虚地挠了挠头 苏木虽然低着头 但耳朵却竖着 听得比上课还认真 老师们之间的感情纠纷 可是一等一的好八卦 不能错过呀 第518章 新诗问罪 到了生命学派的研究所 文武兵挥手 叫来一个青城山的老师 让他带着苏木四下逛逛 这个研究所 比我们学校里的好些研究所 都要高级 你跟着到处看看 熟悉一下 没有坏处的 我这边跟张校长他们还有点事 就不陪着你了 好的 文校长你忙你的 苏木感谢道 虽然因为这里人多嘴杂 文武兵没有挑明 但苏木听出了文武兵的弦外之音 这是在提醒他 好好借鉴学习 回去后完善客店的实验室 见苏木听懂了自己的意思 文武兵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身走了 被他叫来当导游的老师 则笑着招呼道 走吧苏木 我带你转转 好的 麻烦老师了 苏木到了生线 走的时候 看了眼旁边的林建娥 这丫头还在沉醉熟睡着 聂颖娘在研究所里 给她寻了张沙发 让她能够睡得稍微舒服点 不过聂颖娘并没有在旁边陪着她 而是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虽然如此 但林建娥在这里 是绝对安全的 一方面 是研究所里 都是自己人 另外一方面 则是她的天干石剑 与聂颖娘的无影剑 都在旁边 而且 无影剑 还是有剑灵的法器 没人敢乱来 苏木跟着老师 在研究所里转了一圈 图中老师不停地给她讲解着 各区域 各设备的用途 以及各种在研究所 实验室里 需要注意的事项 让她开了眼见 大有收获 也知道了自己那个小作坊式的实验室 还有许多的不足 苏木 把这些都给记了下来 回去后 就根据实际情况 对客电实验室 进行升级改造 带着苏木逛完研究所 老师便告辞离开 她还有别的工作要忙 让苏木自个儿再转转 苏木再次向老师表达了谢意 然后直奔其中一间实验室 之前她逛到这里的时候 看到有一队人 正在拆里面的设备 据老师介绍 生命学派这个研究所里的东西 能带走的 都要带走 这些设备自然不例外 但由于不少设备的体型较大 所以要先拆了 拿回去再拼装 到了地方后 苏木找到负责人 表示想要帮他们拆设备 负责人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 姓吴 苏木叫他吴叔 吴叔虽然不认识苏木 但此刻 能进到研究所的 都是可以信任的自己人 再加上这里有青城山的老师 帮着介绍了一下 吴叔便准了苏木的请求 对于这件事 吴叔嘴上虽然没什么表示 可心里面还挺高兴的 这种主动过来帮忙的工具人 来多少 他都欢迎啊 而且 看苏木拿着金弓锤 光光一顿钗 干得十分卖力气 吴叔就更加的高兴和满意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苏木这会儿 也是非常的高兴 呵呵 你可能不亏 但我却是写传 转眼一夜过去 研究所外面的天色 已经转亮 苏木跟着这支拆迁队 在研究所里面拆了一个通宵 表现得那叫一个积极肯干 任劳任怨 让吴叔非常喜欢 在把最后一个设备拆了后 吴叔扔了一颗丹药给苏木 辛苦了一晚上 可没丹药醒醒神 苏木服下丹药 并回赠了一颗回灵丹 谢谢吴叔 我这也有一个不错的丹药 你试试 吴叔接过回灵丹 在鼻子前嗅了嗅 眼睛一亮道 好丹 扔进嘴里 瞇着眼品了品味道后 才又说道 我记得之前听人说 你是青城山修针大学的学生 什么时候毕业 我看你工作很认真 有没有兴趣毕业后 到我们中间三局来啊 苏木笑着说 谢谢吴叔看得起我 不过我今年才进学校 毕业还早着呢 吴叔惊讶了 什么 你才大一 你这修为 这技术 可不像是大一能有的呀 苏木谦虚地说 都是老师教得好 吴叔更加惊讶了 你难道 青城山的教学水平 已经这么高了吗 我得给局里面汇报这个情况 争取多招点青城山的毕业生 拆迁队里 那位青城山的老师凑了过来 笑道 吴叔 我劝你别打苏木的主意 且不说他离着毕业 还早 就算要毕业了 肯定也会被文校长留校 另外 文校长最不喜欢的 就是有人打苏木的主意 你小心 别让文校长找你单挑 吴叔打了个哆嗦 赶紧摆手 那算了 文疯子 文老毒 可是凶名赫赫 我惹不起 他这话音刚落 文武兵就跟鬼一样 无声无息地从旁边飘了出来 瞪着眼问他 你管谁叫文疯子 文老毒呢 吴叔被吓得脸色发白 瑟瑟发抖 啊 哈哈 我有说这个吗 你听错了 我刚什么都没有说 哎 那边好像有人叫我 我得赶紧过去 文校长不好意思啊 说吧 他一溜烟地跑了 文武兵倒是没有为难吴叔 上下打量了苏木几眼 笑着问 怎么样 拆了一晚上设备 有收获吗 他不知道 苏木有课金外挂 拆了设备就能学到知识 但是知道 这小子 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 既然跟着拆迁队 拆了一晚上 绝对是有所图 还不错 苏木回答道 何止是还不错 简直就是写传 生命学派研究所里 不少设备的制作方法 都被他给学到了 接下来就是筛选出有用的 课金升到十分后 找人把他们给打造出来 之前工厂招聘的那批员工 就很合适 有收获就行 文武兵没有问苏木收获了什么 只是说 收拾一下 我们要走了 去哪儿 苏木问 他没什么好收拾的 把金弓锤收起来后 给自己放了个清洁术 然后把握在一旁角落里 呼呼睡大觉的图山秘密敲醒 就算是收拾妥当了 图山秘密打着哈欠揉着眼睛 一脸迷糊 文武兵笑着说 生命学派的事情 到此暂告一个段落 你们这些学生都辛苦了 既然你们出来的借口 是参加修真大学生运动会 那么接下来几天 你们就去运动会那边看看比赛 好好的放松放松 图山秘密听到这个消息 瞬间就精神了 蹦跳起来 激动地说 我们真要去看修真大学生运动会 他好了 他算是心愿达成了 但苏木却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 别忘了 那个假的金安教授 也在参加修真大学生运动会 指不定在那儿 还有其他话皮的生命学派成员 他们此去真的是放松吗 别是要当工具人吧 看到苏木一脸怀疑 文武兵有点尴尬 用传音术补充了一句 那什么 主要是让你们去放松 顺带手帮忙盯着假的金安教授他们 我信你个鬼 糟老头子坏得很 走出研究所 大巴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苏木瞧了一眼 车上除了徐悦 纯胡悦等几个老师外 暂时就只有林建娥一个学生 林建娥还在呼呼大睡 丝毫没有要醒的意思 车先来这里接你们 然后再去接其他同学 文武兵正色叮嘱到 你们到了修真大学生运动会后 千万记得 这边的行动 一个字不能吐露 如果有人问你们之前去了哪 自己找借口 尽量别雷同 苏木点头表示明白 又问 你们不去吗 他发现聂隐娘 廖书安等人都没有上车 我们会去的 只是在暗处 免得把目标下跑了 文武兵道 苏木放心了 只要大老妹也去 监视金安教授 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应该是没有危险了吧 等到了地方后 做个水花占卜看看 文武兵又说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的话 就赶紧上车吧 苏木没问题了 就准备要上车 忽然一道人影 出现在了他们身前 是茅山的副校长张文仲 还带着一脸慕容 老张 你想做什么 文武兵眉头一挑 以为张文仲是来抢苏木 赶紧伸手 将苏木拽到了身后 不过张文仲 要找的不是苏木 而是他 一只手机 递到了文武兵眼前 屏幕上是一张照片 苏木一瞧 正是他让阿米亚偷拍的 张文仲手持金弓锤的照片 苏木立刻明白 肯定是张文仲看了帖子 对自己莫名其妙 给客店打了广告不满 跑来兴师问罪了 张文仲不知道 客店是苏木的产业 却知道 客店与青城山修真大学 有关联 兴师问罪这个事 当然要找文武兵了 不过文武兵却是一脸猛逼 完全不明白 张文仲要做什么 你给我看你的照片做什么 你什么时候 臭美到这个地步了 神经病啊 你才神经病 你们拿我的照片打广告 这是在侵犯我肖像权 说吧 这事怎么解决 张文仲把手机扔到了文武兵手里 原来不只有照片 还有帖子的详细内容 看完后 文武兵抬起头望向苏木 问道 这个 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 苏木还没开口 张文仲先恼了 老文你不是吧 如何解决你居然问苏木 难道他还能做得了主 他又不是客店老板 亏你还是副校长呢 遇到问题 就这样推卸责任吗 第519章 你可能不亏 但苏木绝对血转 面对张文仲的质问 文武兵只是呵呵一笑 你懂个锤子 苏木 他就是客店老板 张文仲直皱眉 感觉文武兵笑得不怀好意 似乎是在嘲讽他 他正想发问 文武兵先一步开了口 我喜欢问苏木意见不行啊 我很多事都跟他商量的 你要是不信 可以问老聂 老廖他们 聂尹娘和廖书安 七七点头 这是实话 否则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热心同学 怎么会那么受 青城山学生们的爱戴呢 几乎每天 都有人在学校论坛上 亲切问候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热心同学 表示 要给他送去刀片 麻袋 毒药等等小礼品 这些都是爱的表现啊 张文仲有些诧异 他知道文武兵看中苏木 却没想到 居然是看中到了这个地步 他看向苏木道 行 那就让我听听你怎么说 苏木笑了笑说 张校长 这个帖子我之前有看过 它是网友们发布的讨论帖 不是课店搞的广告 就跟人们追完剧 在网上讨论演员的口红色号一样 您能说 这是口红商家 侵犯了演员的肖像权吗 这 张文仲愣住了 皱眉想了想后道 好像不能 苏木把手一摊 所以咯 这个网友们发布的询问帖 跟我们学校 跟课店 有什么关系呢 只能说明 您张校长威名远播 大家对您很是崇拜 才会去研究您 用了什么法器 进而争相效仿 文武兵点头附和 老张 我觉得 苏木这话说得在理 张文仲也觉得有些道理 好吧 主要是这个马屁 拍得他很舒服 但他还是有怀疑 如果跟你们没有关系 只是网友发布 这个帖子 怎么会在一夜之间 传遍各大论坛 甚至朋友圈 那不正说明了 您的名声大 权威高吗 要是换个人 肯定不会有这效果 是吗 苏木这个马屁 拍得张文仲身心舒畅 让他不想反驳 虽然总感觉 好像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苏木也没有给他细想的机会 紧接着道 当然 如果这件事情 给张校长造成了困扰 我们学校上上下下 都十分抱歉 要不这样好了 文校长 你们干脆就邀请张校长 担任客店的代言人吧 文武兵得到提醒 立刻说道 对对 老张 你来客店当代言人吧 放心 有我在 绝对不会亏待你 像张文仲这种级别的代言人 文武兵是举双手欢迎的 甚至认为来得越多越好 就是有你 我才不放心 张文仲瞪了文武兵一眼 我算是看出来了 难怪苏木这小子 能得你看中 不仅因为他天赋好够聪明 更因为你们 是同一类人 都不要脸 我差点就被你们 给绕进去了 合着被你们利用炒作了一把 还要把自己 赔给你们当代言人 你们真是好算计 我告诉你们 这事没门 你们就别做这个白人梦了 文武兵被数落了一顿 也不生气 笑着说 你们茅山 不是一直在跟龙虎山 各种较劲吗 听说马上还要比试 服录和法器 不是我吹牛 客店的运龄符文 能够有效提升服录 法器的威力 如果你肯做客店的代言人 你们茅山在这次比赛中 用到的运龄符文 我们全包了 而且 茅山的人从客店买东西 都能跟青城山的师生一样 享受到各种最优者口 张文仲不屑地笑笑 说道 我知道客店的运龄符文 是个好东西 但是不用你们提供 我们学校早就囤了一批货 肯定能在这次的比赛中 将龙虎山全面比下去 哟 茅山还是客店的忠实用户呢 苏木眼睛一亮 文武兵则是皱起了眉头 感觉事情有点难搞 不过苏木 却是想到了说服张文仲的办法 悄悄用传音术 对文武兵说了几句 文武兵一听 顿时笑了起来 老张 你们知道囤货 龙虎山的人难道就不知道吗 据我们统计 龙虎山买的运龄符文 比你们多得多 如果你们没有补救措施 这次比赛 你们还得说 张文仲听到这里 表情漠然一变 他们虽然料到了 龙虎山可能也会采购客店的运龄符文 却没有想到 对方那么狠 买得比他们多很多 客店的运龄符文 是存在着品质波动的 买的数量越多 抽到高品质符文的几率就越大 甚至光是十连保底 都能让毛山在赛前准备上 落后于龙虎山 难道今年的比赛 毛山真的又要输了 张文仲头疼不已 文武斌又说道 老张 别说我不够朋友啊 我这里有个大宝贝给你看 张文仲本来想说没有心情 可话到嘴边改了口 问道 是什么宝贝 文武斌没有回答 而是扭头对苏木说 把我前几天给你的二 灵板运龄符文拿出来 让张校长看看 请他给咱们提点意见 这个二 灵板的运龄符文 当然不是文武斌给的 而是苏木在突破了 运龄符文的知识后 画质出来的 文武斌这样讲 是因为他身上没有二 灵板运龄符文 只能让苏木拿出来 又不想让张文仲怀疑 才编了这么个借口 相比之前的版本 二 灵板的运龄符文 因为使用了特殊的涡轮符文设计 让各种效果 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苏木应了一声好 马上拿出一张二 灵板的运龄符文 递给了张文仲 乍一看 二 灵板的运龄符文 与一 灵的没什么区别 不过 当张文仲送了一缕灵力进去 感受过了他运送灵力的情况后 整个人的表情都变了 惊讶 不解 难以置信 种种表情出现在了他的脸色 不停地变换着 很是精彩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张文仲瞪大了眼睛问 文武斌呵呵一笑 故作高深地说 技术机密 心里面却在叫苦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苏慕是怎么搞出来的 张文仲意识到 自己提了个蠢问题 赶紧换了话题道 这货 你们有多少 我们全要了 文武斌呵呵一笑 从他手里拿回符文 摇头说 不好意思 这个符文目前还在内部测试 短期内是不会上架销售的 不过 他虽然在内部测试 但各项性能都很稳定 使用中绝对不会出问题 听到这里 张文仲哪里还会不明白 文武斌的意思 咬牙道 如果我答应做客店的代言人呢 文武斌立刻说 20版的运龄符文 我们立刻免费赠送一批 你们毛山的人都将成为客店会员 买东西有折扣与额外积分 你回去后完全可以说 这是你牺牲自己 为全校师生谋求到的福利 紧接着 他又叹了一口气 悠悠地说 如果你不愿意 那我就只能去找龙虎山的人谈谈了 卧槽 你在威胁我 你觉得我会怕你的威胁 张文仲把眼睛一瞪 怒了 你们给比赛提供的2 0版运龄符文 数量不能少 另外 以后每个月都要提供一批 这个嘛 文武斌用于光瞄了眼苏木 后者微微点头 用一些运龄符文 就能换来个享有盛名的半神当代言 简直是写赚好吗 不过 文武斌虽然收到了苏木的信号 但并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装模作样地犹豫了一番 然后说 我得跟学校里商量一下 然后放了个隔音术 摸出手机 摆出一副 跟人打电话讨论的样子 演戏要演全套 这是文武斌 从苏木身上学到的 但这就搞得张文仲很紧张 忍不住琢磨 自己是不是开价高了 不怪他会这么想 当代言 这种事情 他没有经验 以前虽然有人找他打广告 当代言 但他连对方开的价都没听 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也就是客店 他才肯松口 一方面是因为客店的东西 品质都不错 另外一方面 则是之前给客店 打广告的琴皮教授 因为广告火了不说 还名气 地位大涨 若非如此 就算文武斌许下的好处再多 他也不会干 片刻后 文武斌终于收起手机 撤掉了隔音术 怎么样 张文仲感觉问 文武斌冲他点了点头 同意了 也就是你老张 换做别人 我们肯定不会答应 听他这么说 张文仲感觉自己 好像是占了的大便宜 忍不住露出一丝胜利的笑容 占便宜 文武斌在心头冷笑 你有没有占便宜我不清楚 但苏木那小子 绝对是写传 而苏木则在这个时候 胆凯将还是老的辣 文校长真的是越来越有奸商风范了 文武斌用传音术 对苏木说 你上车吧 剩下的事情 我会帮你搞定 完事后通知你 苏木立刻道 文校长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上车了 文武斌一百首道 走吧 别让车上的人久等 苏木又跟张文仲道别 然后上了车 在与车上的徐悦 纯忽悦等老师打过招呼后 他找了个后排的位子坐下 用传音术吩咐阿米亚 把张校长的照片 放到官网和销售页面上去 通知屠山湖 可以用张校长来做广告了 这个代言人 我们得好好利用起来 是 阿米亚应了一声 立刻照办 张文仲很快就看到自己的照片 不仅在网上流传 还出现在了城市里的符文海报中 海报中的他 一手提着金弓锤 一手竖着大拇指 夸道 多功能金弓锤 半神用了都说好 画面中还有个法器 一边接受着他的锤击 一边说 他好 我也好 张文仲看猛了 这尼玛 什么破广告 请了我当代言人 就不能弄点有技术含量的硬核广告吗 他立刻向文武兵抗议 同一时间 苏木则在听着阿米亚汇报一个坏消息 第520章 五星好评分期给 主任 我们被人刷了很多异性 店铺评分一直在下降 阿米亚的汇报 让本想闭目休息的苏木 顿时打了个机灵 瞌睡瞬间消失 什么 还有这样的事了 苏木拿出手机打开客垫 果然店铺的评分 已经从之前的5分下降到了4 4分 而且看这价史 评分恐怕还要继续往下跌 但奇怪的是 看商品的评价 又是一片较好 苏木翻完了 都没有看到有人说差 甚至还有不少评价说的是这么好的宝贝 不给五星 不是修真者之类的话 苏木很无语 既然你们都说宝贝好 不给五星 不是修真者 那为什么还要打一星 合着你们的五星 是分期付款吗 我们这是客店 不是丁丁 出门又转好吗 苏木放了个隔音术 问道 知道这些异星是怎么来的吗 是不是有竞争商家 在给我们恶意刷差评 阿米亚回答说 根据图山松刚刚传来的消息 这些异星并不是竞争商家所打 而是一群看到广告 购买了金工锤和强化服的新买家所打 他们为什么要打一星 苏木很惊讶 表示无法理解 难道我们的金工锤和强化服 品质不够好 让他们失望了 阿米亚在苏木的手机上 打开了一个论坛 金工锤的品质 让他们很满意 但强化服让他们觉得太坑 他们买了很多强化服 可要么是 没有强化出想要的属性 要么就是没有出现强化暴击 以至于心生怨气 有人就在这个论坛上面提议 让大家都去客店打一星 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 哦 苏木接过手机 先是扫了眼论坛的名字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气修论坛 国内外不少气修师 锻造师 与爱好者 都喜欢在这个论坛上面 吹牛灌水 果不其然 他在这个论坛上 看到了一个贴着爆火标志的帖子 内容就是 吐槽自己 砸了几十张强化服 总感觉强化出来的属性 不是很满意 并由此觉得 客店实在太坑 打算去给一星 其实这个人也没有怎么号召 就是在帖子最后说了句 有要一起去打一星的吗 我问过朋友 卖家在后台 是看不到具体 谁给了一星的 连发这个贴的人都没有想到 他的这个帖子一出 居然有很多人响应 果然是天下苦客店酒蚁了吗 苏木冷哼 屁的苦客店酒蚁 明明就是 他们自己飞 运气不好 这也能怪我怪客店 再一看 这些响应者里 其实只有一部分 确实是运气不好 花了很多强化服 都只得到了一把垃圾锤 而更多的 则是凑热闹 跟着瞎起哄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事情竟是越搞越大 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许多买了其他宝贝的人 也跟着打一星 还美其名约五星分期 一次一星 让事情 竟是有了点全民玩梗的势头 沙雕网友们玩开心了 苏木就头疼了 店铺的评分 还是蛮重要的 尤其是 最近他们 在发展新顾客 要是放任评分下降而不管 那么新顾客 就算看到广告进来 也会被低分给吓跑 虽说 如今在客店官网 以及不少超市 福气店和药店里 都能买到客店的宝贝 但还是有不少人 喜欢上网店买 要是网店的分数低了 他们再帮着一宣传 难免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比如阿米亚就说了 在昨天推出了三款飞剑后 民用版飞剑 原本销售喜人 可是在今天 店铺的评分节节下跌后 就有不少人跑来询问 客服是什么情况 甚至还有人直接退单退款的 所以这个事 必须要尽快解决 苏木考虑了一下 拨打电话给涂山松 现在客店的客服 与售后这块 都是由涂山湖们在处理 说实话 涂山湖们充当这些工作 真的是人尽其才 干得很好 今天发生的一新事件 纯属不可抗力 涂山湖们表示 不是我军无能 实乃敌军在玩梗 电话很快接通 涂山松上来就是 对不起 我的过 让老板失望了的道歉三连 态度诚恳地 让苏木不仅没法生气 还得安慰他 行了 你也别太沮丧 这个事情怪不得你 谁能料到五星好评分期 居然是被完成了梗 任何事情一旦成梗 跟风的就多了 便是你们涂山湖 也搞不定 涂山松立刻表态 谢谢老板理解 老板的心胸 就像是大海一样宽广 苏木打断了他的话 先别忙着拍马屁 把正事办了 你们赶紧发个公告 就说 五星好评截图给客服 便能收到红包 涂山松迟疑地说 红包 该包多少钱 包得多了 我们不划算 可要少了的话 非但无法让这些人给五星好评 恐怕还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说得对 所以我们不包钱 钱这东西 包多少都不合适 甚至连打折券之类的东西 一样不合适 那包什么 涂山松远疑困惑了 心说 总不能往红包里面 塞你的签名写真吧 有人要猜怪 非理的还差不多 苏木呵呵一笑 你们不是设计了很多的 法器皮肤吗 选一些出来 用作五星好评的红包 当然 能抽到哪个法器的 哪款皮肤 都是随机的 如果想要给某件法器 凑够一整套的皮肤 就得多给我们五星好评 多下单买东西 哎 说到这里 苏木忽然眼睛一亮 想到了一个 吸引人多多克金的方法 他立刻吩咐到 你们针对每款在售的法器 再设计一个专属皮肤 要非常炫酷 拉风的那种 然后在公告里面加一句 如果有人能够 集齐一整套皮肤 就可以换到专属套装皮肤 这个皮肤 不仅能够带来 视觉上的享受 还能对法器属性 有一定提升 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修真者 小时候有没有收集过 干脆面的卡片 没有也没关系 现在就可以让他们 充分享受到 吉卡带来的乐趣 兴趣是一点点培养的 不可操之过急 所以前期一套皮肤的数量 大可搞得少点 像什么四大天王 六丁六甲 八不天龙之类 到了后面 就可以上一百零八将 五百罗汉 百万雄狮了 好吧 后面这几个 纯粹是苏木再字海 别说百万雄狮 他要真搞个一百零八将的皮肤 恐怕都会被人给骂死 好的 我这就安排下去 图山松不知道苏木心里面在想什么 但他觉得 拿皮肤当好评红包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制作法器皮肤 不需要多少钱 就是画一张幻术符纹而已 图山松在心里面盘算了一下 以客店现有的符路生产线 一天能画出不少 足够发红包了 虽然很多服师在吐槽 说生产线制作的符路 没有灵魂 但速度快就行了 要什么灵魂 没听过一句话吗 有趣的灵魂倾家荡产 好看的皮囊 老板 还是你有办法呀 图山松感慨道 他这话不是在拍马屁 而是发自肺腑 那是当然 苏木战术后仰 笑着吩咐道 赶紧去办吧 是 挂断电话 图山松立刻按照苏木的吩咐 开始行事 而苏木在撤去了隔音术后 看了眼身边瞪大了眼睛的图山秘密 不解地问 干嘛这样盯着我 图山秘密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忍不住说 老板 我怎么觉得 你就像是游戏里的那些反派大魔王一样 会不会说话 我怎么就成反派大魔王了 有我这么帅气的反派大魔王吗 图山秘密很像呸上一口 但是不敢 哪个大佬来帮个忙 另外一边 图山松的办事效率很高 很快就把公告挂到了官网 客店的主页 以及宝贝页面 还有各大论坛上去了 人们看到公告 心事不屑 好评红包 呵呵 想要用红包收买我们 开什么玩笑 我们是缺你那点钱的人吗 再仔细一看内容 居然不是给钱 而是给法器皮肤 这就让人们有些犹豫了 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知道 客店出的法器皮肤 非常的漂亮 炫酷 打了皮肤后 法器的颜值 至少能上一个台阶 这对眼狗来说 简直太有吸引力了 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 不少论坛上面 都出现了晒法器皮肤的帖子 看到那些开了皮肤效果后 变得非常漂亮 炫酷的法器 人们都动心了 纷纷道 卧槽 好漂亮 这是金弓锤 太帅了吧 这么帅的锤子 不拿去打铁真的可惜了 这个帽子的皮肤好绿 我好喜欢 这些皮肤都好赞 我都想要 背法器皮肤给迷了的众人 没有考虑 为什么会有人 这么快就拿到了合适的皮肤 他们纷纷跑去找客服 用五星好评的截图 换取皮肤红包 而那些刚给过一星的人 则全部后悔了 骂了个蛋的 为什么差评能改好评 一星却不能改五星 五星分期 我们后悔了呀 好感谢标